由新北市体育总会角力委员会举办的全运会代表队选拔赛在文山国中展开 这次约有60多位的选手参加 为了抢下全运会的资格 来自新北市各地的角力精英在场上卯足了全力激烈拼搏 为了选出最强的角力选手参加全运会 新北市体育总会角力委员会举办角力代表队选拔赛 一早新北市各地角力精英来到了新店文山国中 要一拼高下争夺参加全运会的门票 第一个就是选拔优秀的选手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另外最重要的是要他们能够相互观摩 这次约有60多位选手参加选拔赛 在开幕典礼上不少新店地区学校校长 以及指导单位的来宾都前来帮选手加油打气 这场选拔赛男子组的部分有自由式和新罗式各6个量级 女子组则为自由式6个量级 文山国中校长黄美娟就表示 看见选手们为了争取荣誉 努力拼搏感到相当的感动 而学校在角力运动的培育上也给予最大的支持 文山国中其实是等于是个法源地三四十年的时间 因此我们在这个设备上面 因为逐年的局端的一个补助 教育部的补助 其实我们的设备是非常齐全的 那当然在我们原来郭主任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教练群他其实是非常的专业 所以有些科技化的一些体育的训练 让学生在体能在技术上面都能够更进一层 能够参加选拔赛的选手 其实都已经是全国性比赛中的佼佼者 像是中正国小角力队教练郑凯文 已经是六连霸冠军 这次队上的选手是自己交出来的第一届学生何睿杰 究竟是青出于蓝或是姜氏老的辣 郑凯文说有信心但人会用平常心对待 以平常心来面对这个比赛 对那就是因为我的对手是我第一届在中正国小带出来的学生 那他现在是高中神高二 对那他也在今年的全中运获得冠军 对就是这个心情是蛮特别的 而拥有全中运金牌头衔的何睿杰 虽然有点紧张自己要跟启蒙教练比赛 但他说绝对会全力以赴 全力啊全力以赴啊 然后不需要有什么估计 因为毕竟来到场上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场上比赛的状况相当激烈 为了争取代表新北市前往全运会的资格 每一位选手都卯足了全力 新北市体育总会角力委员会主委金中玉也期盼 这群优秀的角力选手能够为新北市争光 在全运会中大放异彩拿下好成绩 记者陈小淡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